最后一个问题也是给到我们评委朱一龙 哪位媒体老师想发言呢,请举手站起来,谢谢,谢谢您 朱一龙老师您好,新京报机制 那我大声一点吧,就是小文下一龙会如何评价这一次在北影节作为评委的感受 然后看了这么多优秀的主竞赛单元的这些入围影片 会不会让你觉得心里也痒痒的,特别想接拍更多的角色 以前你说过对于任何一个没有尝试过的角色,你都非常感 那这个感现在还在吗,谢谢 听得到吗 听到了吗,好的,谢谢 反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在这一次整个关系过程中 就是如果结束了之后回归演员自己本身 然后我觉得我最近在通过这一次的看片,然后有一个点是我最近在想的一件事情 就是演员怎么能在一个电影当中,因为我们演员其实习惯不断地给角色去丰富它 然后通过各种细节,然后通过展现这个人物的一些下意识的行为或者动作 不断地在丰富这个角色,给导演提供更多的素材 但是最后它可能导致的问题是让这个片子的风格化会变得有一些模糊 就最后这个电影之后,因为过多地开始展现这个人物的生活化的一些展现 这个人物可能很丰满吧,但是电影的整个风格化可能会因为你的一个丰满之后 导致整部电影的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和不确定 所以我现在也在考虑,在想这个问题,反正在讨论讨论 谢谢,谢谢,谢谢评委朱一龙的发言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